于晨庆一手戒不掉打破传统 该走性感熟男路线 MV甚至发片的记者会 更是吓了媒体门一大跳 热爱摇滚的哈林于晨庆 在睽違三年推出的全新大碟中 首度尝试摇滚最爱的烟熏妆 不但在发片记者会上惊艳全场 一身旁客造型服 更是和老婆大人自被前往日本 才够回来的 你看我跟你们碰面 我都怕吓到你们 赶快卸掉 有别遇到部分男艺人的视觉系装扮 多半只有夸张的烟熏中 五月天这次的造型 应该是视觉系中的最提示了 不过男艺人们都做出了这么大的突破 女艺人当然肯不能输 其中王妃觉得是带领风筹那一个啦 王妃日前又在香港拍第二支的MTV 半途而废 在MTV中王妃又秉持着 她一贯多变前卫的造型 一款火鸡头克服了底心引力 把头发全部往上梳 然后在鼻头上涂上一条荧光色的彩妆 整个造型流露着未来世界的另类感觉 而另一款造型则是强调眼睛眉毛的部位 在龙眉下再涂上紫黑色的眼影 然后再搭配上黑衣裳 透露着神秘与诡异的气息 但除了王妃SOS2001年发行的专辑 变态少女 专辑封面照片也真的是很符合变态少女的主题 为了这张筹备很久也期待了很久的创作专辑 变态少女 SOS不仅在音乐上自由发挥了她们的特殊曲风 还在专辑的封面照上做了一个也只有SOS会想做的死娃娃造型 因为我们的歌曲曲风跟歌词呢 都是有一点点黑色的幽默 可是它其实深入来看 其实是有一点悲惨跟诡异的 然后我就想要配合我们的歌曲的曲风的造型的话呢 应该就是要那种看起来虽然很华丽 可是又感觉很颓废诡异 古时候很漂亮的娃娃可是被火烧过 或者是被叮叮 或者是已经很漂亮的娃娃可是已经坏掉 所以重新缝补起来 所以就变成有很美丽可是又很恐怖 就是死娃娃 是不是 月红的大明星才玩起造型来 似乎还真的是热猛 但除了视觉系或前卫的造型打扮 角色扮演也是歌手在发片时常常玩的造型花招 同样是前面提到的五月天Dispo主打歌 春天的呐喊 MV中最让人喷烦的 莫过于石头打扮新娘了 让冬天被打败 让春天终上了舞台 让有些变红 让天空变蓝 让我把无聊炸开 说真的 最适合穿上新娘装的 应该是长得比较秀气的阿兴吧 但是也算他是这支MV的导演 如果他要挑上长相臭犷的石头版新娘 石头应该也只能默默地认了 不过说到角色扮演 周杰伦2008年推出的最新专辑 末节作中 送给歌名的扑克牌及朱里 周董扮演的小丑绝对不输 五月天重金属摇滚的造型 小丑 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 同样在专辑发行时 玩造型玩得很猛的 还有陈奕迅 像是陈奕迅最新专辑里的新歌 《盗带人生》 就特地找来好友冯德伦操刀 让Eason变成了吸血鬼 躺在棺材里的Eason身边还点着白蜡烛 黑妈妈的场景真的很恐怖呢 而且连女主角周迅 也化身成性感冷艳的寡妇 不能好好的盗带吗 气氛都让人有点毛毛的呢 除此之外 陈奕迅在2007年的MV 好久不见之中 则是扮演起了末局大师 卓别林 其实艺人玩出这些超猛的造型 无非是希望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就像是约定在陈奕迅的闹喊中 是绝戏装饭 实在是跟过去的造型差太多 所以确实会让人忍不住 盯着他们仔细看下去 那这样的造型突破 也就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非常值得啦 完成了真情整理报道 由布鲁斯威利 劳伯迪尼洛 先攀三大巨星所主演的 颠覆风云 现在有电影票要送给你哦 写下饰演王牌制片家的演员是谁 编写简讯 SONG加地区姓名加答案 传送到55987就可以得到哦 每次配 打当事 欢迎马念仙 这样会吓到人 Freddy,� Ok now 不是現在大家看到你的打招呼方式都應該會是這樣子嗎? 偶爾在路上真的會遇到 之前還有新聞說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就以為你叫馬拉桑 就是以為你真的叫馬拉桑 對啊 真的有人叫 你說實在的你算是轉型非常成功 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大家一開始對馬念仙的印象就是會認為他是一個樂團的主唱 可是自從現在這陣子開始 不管是前陣子海角7號到現在的光陰的故事啊等等 就開始大家會看到說 還有馬念仙的演技的部分也是讓大家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真的運氣好 真的嗎?你太謙虛了 我覺得有點歪打正早 怎麼說 早知道那個時候就不要出唱片 早點演戲 搞不好現在還可以報金抽 中間混了那麼久 早知道就一開始就演戲 不過這樣今天還是要跟大家來講一下這個 今天的專輯 哇這個好棒 謝謝謝謝 其實這是以前的東家 就是滾石唱片 是 那也搭上了海角的熱潮 是 太受歡迎了現在 他們要出一個精選集嘛 順便集結了一些我當初 就是在糯米團時期之後 其實我還是有做一些 比較不同於一般的發行 還是繼續創作 還是我一直都有在做 是 那就是把它湊一湊 就是出一張這個精選集 就是你個人的精選集了 其實不要這樣講 對啊這樣講就尷尬了 對啊這樣講就尷尬了 對啊這樣講其他團員怎麼辦 是不是 那不過跟其他團員應該沒什麼關係了嘛 對不對 你說這一張嗎 有關係有關係 還是有嗎 還是要分啊 還是要分啊 那他們為什麼不出來宣傳啊 這麼輕鬆 這 呃 能者多勞 只能這麼說了 好那現在我們請徐孟哲 你是堪稱556當中的饒舌王 你是要先來示範一下 那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 你是不想看還是怎麼樣 我知道可能要他練習比較久 哈哈哈哈 日力翻過馬上到了21世紀 張開了眼睛我卻看到更多棘手的問題 阿魯巴原從開始散步可怕的阿魯巴利吉 遜 第三個就不行了 第三個就不行了 好這個很難 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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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喔 日力翻過馬上到了21世紀 張開了眼睛我卻看到更多棘手的問題 阿魯巴原從開始散步可怕的阿魯巴利吉 致命的無緣意 第三行快完 我是第三行快完 而且我自己是唸的看不上 比我眼睛看的速度還要慢 所以我剛剛是用背的 背到第三行 第三行我在想說到哪裡了 這種歌阿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寫的 大概寫完你大概 應該七八成都不會錯 你現在OK嗎 你現在很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不是說自己寫完就七八成都OK嗎 年紀大 七七 好來來來 看你到底幾行喔 第一番看馬上到了21世紀 張開了眼睛我就看到更多幾首的問題 阿魯巴原從開始生不可 阿魯巴一幾次命的瘟疫就要開始在這個世界上無限 阿魯巴原從就要 阿魯巴原從就要 啊 算了 然後當然這次好像也有一個活動在簡單生活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簡單生活節這個活動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磨煙唱片的大老闆 他一手策劃出來的一個活動 所以其實 這是第二次的簡單生活節 就是一不容辭一定會幫忙 那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我會跟MCHotDog有一個合作 欸 你們兩個感覺感覺感覺還蠻OK的耶 他臉上痘痘比我多 哈哈哈哈 誰在跟你講 沒有人在哄了皮膚 我沒有人在哄了皮膚的狀況 哈哈哈哈 整個擺錯重點 所以當天大家可以在這個簡單生活節當中呢 去聽到馬念仙跟這個MCHotDog 呈現一個不一樣的演出的感覺 不過這一次還是有這個 這個叫做最飽滿精選集 對 對不對 就是大家可以來 這個好好聽一下馬念仙的聲音 然後來去這個 聽一聽之前糯米團到底他做什麼樣的音樂 會讓大家 讓我們這麼回味無窮 好不好 沒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馬念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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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娛樂明天見 拜拜 巴黎的草莓 和你隨意只是擦肩 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 巴黎的草莓 證明真的很美 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樣像這種感覺